时隔两年半央视再次直播NBA比赛 球迷不解 对方不是没道歉吗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说一下目前的NBA赛事 复播的情况 众所周知那么在2019年左右的话 那么当时是因为NBA这边的总裁加上火箭队的总经理呢 说出了一些非常过分的话是直接伤害到了我们中国人的感情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看到的话因为NBA这边的整体没有道歉的意思 导致我们这边国内多个平台的同时停播他们那个直播比赛 并且在此之后尤其是央视这边的态度呢相当强硬 那么一直到现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的央视有始至终的都没有直播这场比赛 虽然他们这些行为呢也得到了很多球迷的一个支持 因为在球迷看来的话 那么NBA这边如果说想要和我们这边重新合作呢 其实就应该拿出一个好的态度 诚恳的态度 想要我们这边重新给他们进行商业合作以及利益的话 其实就应该的正方大大方方的道歉来说明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之后能不能够避免再次犯下类似的错误 所以很多球迷啊其实一直以来呢都在等待着火箭队包括整个NBA总裁他们的道歉 但是一直到现在差不多过去两年半左右的时间呢 我们看到NBA官方这边呢始终没有明确表态 而且在此前呢似乎也是不太在意整个中国的市场 一直呢没有向我们中国人民道歉 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最近的30号的话 我们看到了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在我们还没有等来对方道歉的时候的话 央视这边却突然呢宣布再次直播NBA的比赛 那么这个消息啊可能对球迷来说呢真的是又喜有肉的一个消息 要喜方面的话是终于呢可以在央视这边呢直接打开电视台就可以收看相关的NBA比赛节目 那么对于很多球迷来说呢也不用这么费劲再找这个比赛的直播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球迷忧愁的是那么很多人呢也非常的不解 这些球队包括整个NBA官方不是还没有道歉吗 为什么我们这边首先伸出了橄榄枝和他们再次进行合作呢 这其中啊那么是不是不太妥当了所以有些球迷也确实非常的疑惑也根本没有搞清楚呢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可能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其实一直都是在等待着NBA官方这边的进行道歉 毕竟的话我们应该呢让对方看到我们强硬的态度 如果说他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伤害了我们的利益 我们就应该让对方付出代价 将来他们以后再次可能呢选择做出这种错误行为之前呢 就会首先啊再三考虑到底要不要做出这些离谱的行为 到底要不要去牺牲这么大的利益 那么要去得罪我们中国人中国观众的一个感情 这样一来他们以后才会少犯错误 否则的话如果说他们呢在三番五次做出这些错误之后呢 还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那么时间一过大家淡忘之后啊 这些合作又重新开始 他们的继续在我们中国这边的市场赚起利益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行不通的 所以说实话目前NBA的比赛继续直播的话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关键呢我觉得NBA官方那边呢 还是应该拿出切实的处理方案和态度 让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已经正确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只有这样呢我们才会坦然接受 这一次比赛的正常直播开始 好了本期的量仔聊球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